怎麼正確思考呢 怎麼正確思考呢 那就是不要亂被外界的東西所干擾 然後拿之前的經驗去家裡的思考 Yeah 今天這個遊戲讓我感受到 每個人的想法都會不一樣 這堂課就是在後面有重複複習 幫我們複習的之前有教過的電影還有一些 就是主題 然後還有小秋為你的電影還有一些 其實是這樣 我覺得那個就是在背後畫畫的這個遊戲 它可以讓我們覺得就是 你感受到的東西可能並不是你所謂批違的那個 就這樣 課上課就 很多很多分析都是遍佈目前現在的看法 例如說上面有些殺人格還有那些自殺招牌 基本上 勾會者可以用全體的壓力 那個有虛事實 讓我們相信 所以說 我們要對問題的本身故事思考 不要幫我相信 那個 不管是哪裡來的 那個什麼 消息 好 透過今天上課給我 我覺得 我要解釋到就是 我們感觸到感知到的就 不完全是我們 不完全不一定完全是正確的 就包括麻醉風暴 它有那個 醫院跟病人他們各有不同的立場 然後還有今天活動 就是 在背後畫畫的那個 好 都照顧來了 想要去看 還是照顧來了 你們去看 就像我們一樣 如何 那要不要 我去了 那點 那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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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茜